另外郑宏一的节目批判补助陆生政策 虽然已经被官方指证是移花接木空穴来风 但是呢节目还是在继续做讨论 昨天晚上郑宏一继续炮打陆委会 他质疑怎么可能节目无法call in进来呢 陆委会官员则是到立法院来开启记者会了 他出示了通联记录 反控是真的有回应大话新闻澄清 只是该节目置之不理 出示通联记录陆委会官员开拔到立法院开记者会 说几度传真给大话新闻 郑宏一理都不理 我们是以电子就是电脑的这个传真的方式送出去的 那这是一个事实的 调出通联记录7月6号晚间9点22分 一共四页的新闻稿传进大话新闻 陆委会神经风景 早上渔情会议每天列当天简报 如何回应大话新闻成了重要课题 因为是在家里面传真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中华电信那边去调这个通联传真的这个记录 陆委会极度澄清得不到大话新闻正面回应 昨晚节目中还呛瞎 call in 传真在哪里 台北市秘书长杨锡安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有 有 陈志胜科长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你有可能有传了 那我们传真机没指 也有可能了 这样我真的没有收到 郑鸿一高调宣战节目中还拿出一大叠资料继续批补助陆生奖学金 所以现在有你办吗 有 这办是当时的 今年 每年 每年 100年度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都没有作假 任凭官方怎么说 郑鸿一不改节目论点 杠上陆委会 也让公务员忙着回应再回应 中间是黄一群兄好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